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对于宇宙我们还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认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刻意去寻找宇宙中的某一种物质 却恰恰找不到 有可能是因为人类科技能力不够发达所以找不到 也有可能宇宙中本身就不存在那种物质 反而是人们经常在无意间发现了某种物质 人们发现的宇宙中的大部分物质都是在无意间发现的 自从我们人类科技发展以来 逐渐的走出地球去探索宇宙 我们才发现得到宇宙的浩瀚 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想象的庞大 宇宙当中有无数的星系无数的星球 如果对于整个宇宙来说 就算是我们的太阳系也是非常的渺小 我们的地球更是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埃罢了 但是地球的特别之处就是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地球是有生命存在的星球 人类利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就进化为智慧文明 实在是一个奇迹了 在我们人类逐渐的看到宇宙的浩瀚之后 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 这样就激起了我们去探索宇宙的好奇心 很多人就在想了 既然我们能够在地球上生存 能够征服地球的话 那么我们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也能够去征服宇宙呢 想说这句话还为之过早 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连太阳系都飞不出去 更别说是探索宇宙了 我们想要去探索宇宙 首先我们要清楚太阳系之内的事情 为了探索太阳系的奥秘 科学家们先后发射了很多个探测器 想要对太阳系之内的奥秘进行解密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些探测器的帮助 我们对太阳系也是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了 不过对于太阳系的边缘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的认知还是非常少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的太阳系如果是想要飞到太阳系边缘的话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们太阳系当中最边缘的一颗行星就是冥王星 在以前的时候科学家们还认为说过了 冥王星之外就是太阳系的边缘 但是没想到的是 结果研究之后又发现了科伊伯代的存在 而且在科伊伯代之外又发现了奥尔特西云的存在 而它就把太阳系包围住了 所以由此可见太阳系的直径范围要超过一光年 对于太阳系的边缘 科学家们一直是非常致力于区域探索的 美国的科学家们在太阳系边缘的地方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发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结界 而这一个结界的主要成分就是由氢元素组成的 如同一个巨大的球体 它将整个太阳系都包围了起来 那么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也这样对此事非常疑惑的 因为太阳系的边缘实在是太远了 我们人类的认知也非常的少 后来又发现了科伊伯代奥尔特星云 也就是这个结界的存在 实在是让人觉得太阳系太神秘了 但是对于结界的形成以及存在时间 还有结界的作用等等疑问 都等待科学家去更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结界的究竟是什么 科学家们对这个结界也是想要进行研究 只不过是没有一些非常详尽的数据 就是因为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探测器想要达到这个结界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 不过新视野号探测器到冥王星拍摄照片之后 也是拍到了这一个结界 很有可能在之后会传回一些数据 也说不定 它会让我们人类对这个结界有更多了解 在不断的探索研究之后 或许我们能够了解到 这一个结界到底是个什么 科学家初步猜测 这个结界正是来自太阳系的中心天体 太阳 太阳本身就是一个蕴含巨大能量的 而且无时无刻不再向外喷发的 巨大且炙热的天体 太阳源源不断的强大的喷射流 会一直持续向外喷发 而且能够喷射到极其远的距离之外 随着喷射距离的不断增加 太阳喷射物质也会不断的衰减 太阳物质的不断分发 以及衰减的过程 就如同核弹爆炸后的冲击波一般 会传播很远的一段距离 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加 不断衰减最后扩散开去 太阳本身就如同一个 无时无刻不再爆炸的氢弹 而太阳系中围的结界的主要物质就是氢 因此结界的形成很有可能是太阳的辐射 在辐射到太阳系之外的时候 到达了最远距离 然后开始扩散 最后不断聚集在那里 最后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结界 而且随着太阳的不断爆发 结界的厚度也会不断增加 这也只是科学家做出的最有可能的猜测 如果以上的猜测是正确的话 那么地球能够有今天极大的功劳 都要归功于太阳 因为太阳强大的喷发能力 使得太阳系内的绝大部分碎片 都被吹到了太阳系之外 对包括地球在内的所有的太阳系内的天体 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正因如此 地球才能形成如今今天的这般景象 在结界的保护下 宇宙空间的绝大部分质量小的天体 都将会被结界阻拦在太阳系之外 为太阳系内的天体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最大程度上保护了太阳系内的天体 使它们不被星际物质所干扰 对于结界的存在 究竟是力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力 目前还是不好下定论 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地球在内的太阳系天体 但是也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太阳系外的文明 进入太阳系 或许这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 系外文明的原因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测探索之后 对太阳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 特别是对边缘的一些情况了解之后 会让人有一个特殊的感觉 认为说太阳系越来越像是一个笼子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太阳系的边缘有科伊博代 还有奥尔特星云 还有结界 这简直就是层层的枷锁 似乎是不想让我们人类走出太阳系了 也是因为我们目前科技水平的限制 如果说我们未来对坐飞船不断的升级研究之后 那么在能源上有一个突破 由此宇宙飞船的速度如果有个突破的话 能够走出太阳系 如果想要走出这个太阳系 进行探索的话 那么必须要突破这一个结界 然后要穿过科伊博代 最后还要去探索奥尔特星云 走出奥尔特星云的话 或许我们就算是走出了太阳系了 但是这一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目前我们科技水平确实还达不到 如果我们想要走出太阳系的话 可能后续还需要很长久的时间 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对于太阳系边缘这一个结界 科学家们对此是有非常的疑惑 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推测 科学家们就此推测说 很有可能这一道结界会是一个能量墙 想要突破这一个能量墙的话 是非常困难的 更别说是想要再突破科伊博代了 因为在科伊博代的里面 有非常多的天体们 对于里边的排列顺序也是不清楚的 所以说很有可能会发生碰撞 对于奥尔特星云就更不要说了 各位科学家们推测说 这里很有可能是彗星的发源地 太阳系当中生命的发源地 也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对于奥尔特星云到底有哪些秘密 目前来说都是不清楚的 不过有一点科学家们可以肯定 那就是说在这一个星云里面的天体数目 是非常巨大的 对于里面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绝对是非常神秘的 有的科学家们对太阳系外围的 这一些屏障猜测说 很有可能不是巧合 有可能是人为的 会不会是外星文明呢 人类在探索太阳系当中的行星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的形象都非常的像是人为 比如说是金星跟火星 科学家们推测在很早以前的时候 这两颗星球并不是像如今的这个样子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也像是我们的地球一样 是一颗生命星球 但是到后来就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对于上述所说的 仅仅都是科学家们的猜测 因为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达不到光速劲 也没有办法去到太阳系的边缘去一探究竟 那么希望在未来 人类不断进步的情况下 科技文明能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或许就能够对此进行一些解密了 科学家发现太阳系边缘有巨大的结界 什么情况 对此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